众所周知,腾讯游戏和网易游戏,是我国游戏行业的两大巨头,这两家可谓是基本占据了国内游戏市场份额。现在基本上的游戏用户所玩的游戏,都是来自腾讯和网易。其实自从网易游戏成功转型手游后,二者在中国游戏行业竞争的格局一直持续着。 然而,随着游戏行业的发展,二者在运营策略上有所不同,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。根据腾讯近期公布的《2019年第一季度财报》中的数据显示,腾讯实现营收854.7亿元,同比增长16%,其中腾讯游戏收入达到了350亿元,同比下跌2%。 与腾讯相比,游戏业务依然是网易收益的主要部分。根据其《2019年第一季度财报》显示,网易净收入为183.56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加29.5%,其中游戏业务净收入为118.50亿元人民币,同比增长35.3%。 其实,在游戏行业,网易只是前行者。不仅如此,网易游戏的收益也是极高的。 从近几年网易的财报中可以看出,游戏营收一直占总营收的60%以上。 从中也可以看出,去年的游戏版号对网易的影响并不大,这和近年来网易布局海外有一定的关系。 2016年9月,一款无人看好的手游《银阳师》上线,一上线就受到了用户的喜爱,登顶各大应用商店榜首,这也让网易反超腾讯登顶iOS收入榜。 但由于游戏内部运营、技术等方面的问题,导致阴阳师紧火爆了半年,在加持后续王者荣耀的崛起,其用户量直线下降。 至阴阳师之后,网易游戏的产品再无出现过当时的火热情况,包括光明大陆、第五人格等。 2017年的国内手游市场属于王者荣耀,2018年的国内手游市场属于刺激战场,手游是腾讯的一大主营业务,但受限于游戏版号的影响,很多游戏产品无法准时推出,这导致游戏收入整体下滑。 这件事情原本让受众以为网易可以翻盘,但腾讯依靠自身资本优势,捍卫了自身地位。 其实一开始的腾讯,并不认为游戏是自身的主流方向,但因为腾讯有非常强的用户关系,这也为其发展游戏奠定了基础。 2008年前,中国游戏主要是圣大和魔兽,而现在腾讯,是全世界最大的网络游戏公司。 为何网易走到现如今的地步? 其实,首要还是因为用户流量的消失。 近年来,互联网行业最大的问题,是人口红利的消失。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,游戏行业诸步陷入与电商等行业一样的困境,用户流量已经达到顶端,获取新用户变得很难。 不论是何种行业,一款产品的单身,除了要注重产品自身品之外,还需要进行一定的流量,来引发传播。 这也间接证明是谁拥有流量、资本,谁就在这场竞争中占据优势。 很巧的是,这两者腾讯游戏都有。 其不仅有着自家社交平台和内容平台的巨大流量,还拥有巨大的资本优势。 而网易游戏只有来自网易游箱、网易云音乐等流量,相比于腾讯,有着极大的差距。 除了流量之外,对于一款游戏产品来说,推广渠道也极为重要,其中属直播平台效果最为突出。 在这点上,腾讯也有优势,其层也总计70亿元人民币,先后投资斗鱼和虎牙直播,而这两个平台,瓜分了直播市场的大部分流量,为游戏的推广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而网易CC直播,始终没有做完全成功。 网易游戏全力打造的荒野行动,也像之前的阴阳师一样,一上线就在短时间内占据榜首,并在国内掀起了吃鸡的浪潮。 这也人不免觉得,网易是否开始要搬回一城了。 然后,腾讯也开始进军设计吃鸡市场,短时间内上线了刺激战场,和全军出击,并且由于在产品、流量等方面更胜一筹,腾讯游戏获得胜利,而网易出局。 相比于阴阳师、荒野行动的生命周期,貌似更加短暂。 在流量上,网易拼不过腾讯,在IP上也同样如此。 根据伽玛数据统计,2017年,由IP改编移动游戏收入,达745.6亿元,占整个移动市场收入超六成。 虽然拥有IP不一定就成功,但拥有IP也就意味着初期种子流量和后期年性。 在IP方面,腾讯游戏和网易游戏不一样。 网易不是进行IP改编,而是游戏原生IP,比如宣言剑、流星蝴蝶剑等。 而腾讯是拥有庞大的内容生态,有文学的、动漫的、影视的等等。 这些IP可以持续地与游戏发生碰撞,而网易只有在动漫这一个领域与腾讯竞争, 二者的IP资源,不在同一条水平线上。 但网易游戏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优势,网易游戏在剧情、美术和人物设定上有着很优良的传统, 最擅长的Morph类型也比较容易衍生出完整丰富的世界观。 比如网易的梦幻西游等,就明显比腾讯的王者荣耀等更容易生成内容衍生品。 而且网易游戏的营收有一部分是依靠此前推出的经典IP作品。 网易游戏一直以游戏爱好者,为slogan,但随着产品开始故意耗费玩家时间和金钱的状况越来越严重, 用户开始质疑。 再加之网易游戏还出现了抄袭的情况,比如第五人格的核心玩法, 完全借鉴自Behaviour Interactive工作室的黎明杀鸡,尽管后来网易与其谈诚合作,度过了这次公关危机。 但这些现象引来玩家的指责,并影响了自身的口碑。 除了第五人格,网易游戏涉嫌抄袭的还有Foodcraft,抄堡垒之夜,风云岛行动,抄袭塞尔达传说等。 网易游戏目前在国内处于尴尬的境地。 对于网易来说,国内市场已然失败,而出海是非常明智的选择。 对于海外市场来说,国内游戏撇排为零,可以从头开始。 而且相比于国内,腾讯在国外的社交优势是不存在的,这也让形成一种单纯比拼产品和运营能力的公平竞争局面。